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早上好 今天是4月9号了 想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闭源日记呢 在这里要跟大家暂告一段落了 我们的闭源日记从4月1号一直到今天9号 是连续推出了9集 在这期间呢非常感谢大家 每天都认真的观看了我们的视频 让我们特别的感动 不过虽然我们的闭源日记暂时停工 后续如果有什么好玩的故事 我也会及时的分享给大家 那么今天作为最后一集 我一定要带大家看一些不一样的 我们现在到了黑猩猩展区 这几天天都特别好 所以黑猩猩也到树外活动了 两对妈妈和宝宝 两个小朋友是对姐妹的 我们曹师傅来帮我们 介绍一下我们的黑猩猩家族吧 它这边是有4只成年的雌性黑猩猩 以及两只亚成体 那边一只是叫瑶瑶 然后那边是乐夫 乐夫 对 这个乐夫有3岁 3岁 3岁还这么小啊 对他们其实跟我们人差不多 这种生长很慢 对周期很慢 都是慢慢长大 刚刚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 我先是把那两只 成年的雌性放下来 对 因为他们两个呢 在他们这4个里面地位比较低 然后他们没孩子 对 所以地位低 对然后他们两个提前下来 可以先吃点好吃的 比如苹果香蕉什么 早上因为我们水果味的量比较少 嗯 所以先放谁后放谁 都是有讲究的 对地位低的先放一点呢 他下来可以先挑苹果和香蕉吃 而且对 我注意到他把好吃的都捞走 在那边歇着慢慢吃 对对 然后地位高的下来了以后呢 他们就会去吃刚刚找的那些好的 或者他们就开始吃素菜 嗯 那这个族群里面有两个小朋友 是不是他们平时 两个小的会经常在一起玩 比较共同语言 对 但他们多数还是跟妈妈在 现在因为他们 他们两个妈在找吃的 嗯 他们两个妈不找吃的 他们两个小的就得跟着他们 嗯 因为这个还是以妈为做主 这个妈想去哪儿 她就去哪儿 但小的呢就必须得跟着 嗯 嗯 婚女 跟我走 好嘞 我来啦 我看到我们黑心场地这边就风容 就很丰富 他们平常还会到树上去 会的会的 还会荡那个绳 我看是荡来荡去的 还是四岁的这个瑶瑶 胆子更大一点 哎呀 坚持不住了 好疼呀 他们出来晒太阳了 天气好 我们又想晒太阳 他们因为开着门自由进去 想出来会出来 这个草跟前两天已经凸了不少 这样慢慢慢慢往那里扩大 好舒服啊 顺便倒降一顿 其实近看爬得挺快的 这个是黑麦草 对吧 对 我现在也不用去割草 给他们吃 嗯 本来这里没草的话 我去弄点野草啊 嗯 熟叶给他们吃 吃的好香啊 虽然我们现在看上去没什么人啊 但是其实公园上下 我们的饲养员们包括所有人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忙碌着 也正是因为有他们 所以我们的动物园才能正常运转至今 今天 第九天了 我们又来到了饲料间 看看这边的供给还够不够 从昨天开始四天的那个六月菜已经准备好了 嗯 然后明天 下一个周期 对下一个周期的 然后剩下的一些别的饲料 嗯 本身我们这边库存量又大 嗯 所以说还可以 原来我们 前两天那个菜 嗯 是用塑料袋装的 最近那个塑料袋装的 就是4月1号之前存的菜 用完了 用完之后我们找了一些 有通用症的企业 嗯 给我们补充了一下 就是5号之后我们所缺的一些 呃 饲料 比如说青菜和生菜 因为绿叶菜我们放不长时间嘛 嗯 所以说呃 放到5号之后 有一部分所耗掉了 嗯 还有部分量分身就 不太足 现在它补充了一点 它直接都是生菜 嗯 啊 这些是生菜 那边是那边是青菜 嗯 青菜送来的时候也是用这种盒子的 嗯 我们的食粮其实是一直有 嗯 有有有 嗯 是 既要安全 呃 又要保护 呃 毒料 在疫情分控期间 在牛肉园职工的辛勤劳动下 我们在动物的饲养 管理 疾病 防治 和 风容等一系列方面 有条不紧的开展 有条不紧的开展着 其保动物 这个 出于最佳的一个状态 疫情解分以后 欢迎各位 光临上海动物园 我们将以 优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——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